英國首相特雷三回,星期三解僱了他的國防大臣 原因是發現了令人信服的證據 證明他向記者洩露一項秘密決定 該決定允許中國科技公司華為 參與英國5G網絡的部分業務 是這位國防大臣被解僱之際 美國再次就華為向盟友發出警告 英國政府指責國防大臣威廉武森 洩露了允許華為參與該國新5G網絡的秘密決定 隨後威廉武森被解僱 英國不顧美國的警告繼續推進與華為的合作 美軍高級將令星期三在國會重申了這個警告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福德上將說 如果我們不能互相保證網絡安全 我們就不能交換信息 將會阻礙我們成為盟友 阻礙我們像過去一樣自由分享信息 英國是幾個使用華為下一代技術的歐洲國家之一 引發了英國和華盛頓的分歧 美國兩大政黨的議員都對中國的技術持謹慎的態度 阿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沙利文說 我們不想要一個最終由中國共產黨控制的5GIF網絡 所以我認為我們應該注意這一點